药品 加拿大对于带入境保健品和药类的数量和类型有所限制 建议谨慎携带 尤其是处方药 入境加拿大的临时访客 一般允许90天的用药量 如是加拿大居民 对于处方药会有更严格的要求限制 电器 个人家电用品 可以免税携带进入加拿大 加拿大电源接口为2孔或3孔 两扁亿元 电压110V 如果在中国购买的电器 建议留意可能需要准备电源和电压转换器 违禁限制注意 加拿大严格控制入境的产品 包括明晦色情物品 打币 攻击性武器 不交喷雾器 还有虚假原产地 地理标识的商品等等 各种食品 植物 弄物产品 也会做严格限制 例如室内植物 鲍鱼幼幼儿等等 以免对加拿大农作物 牲畜 环境等造成外来侵害 如携带相关产品 入境加拿大 向海关申报 并确保此类产品符合加拿大食品检验署的检验标准 加拿大当地各大城市 和本地商店 也有华恩超市和餐厅 不需携带大量中国食品入境 不携带宠物等动物 需要完成受益检疫等入境要求 不需入境加拿大 关要求不容忽视 免疫小失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